顿风居然白色我小蓝吗 今天刚上线就没露素彩 突然穿出来一个小黄蛋 原本我以为他是粉丝 想蹭个镜头就没怎么管 但我过了好一会儿 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有点不耐烦了 这位玩家您好 啊不是粉丝 不错 终于找到您了 我是蛋仔的福利官 好啊 骗人骗到我头上来了 怕难道不知道 我现实生活中 随后他又问我 我是不是麻辣麻辣本人 于是我好奇了 查看了一下他的主页 除了名字还可以之外 好像再没什么亮点了 就在我觉得 是什么新型恶乐剧的时候 他冒出来一句 您好 了解到您平时积极发布 淡载视频 收到了大量玩家的好评 所以只要您通过我的考验 我就给你和我一样的衣服 和你一样的衣服 不过没多久 他又回来了 然后还了一套呆呆鸟 那这个如何呢 我看着很像那种 羡慕蓝皮的蛋吗 貌似是看出来了我的不屑 紧接着他又换了一个红皇后 可惜啊 区区一个之针 还入不了我的法眼 你们说说现在的游戏环境啊 什么阿摩阿狗的人 都来装官方骗人了 我要真能对区区一个皮肤啊 行动 我还配当主播 你看这个行吗 行 太行了 这皮肤再加上这种语气 肯定是官方没错了 我就是麻辣毛蛋 请问我该如何通过考验呢 蛋仔知识问答 答对两题极为挑战成功 知识问题 放马过来吧 再难的题我也会努力的 不是哥们我以为多难呢 当然是JK妹了 看来拿到小蓝帽 是板上钉钉了 错 正确答案是淘气丸子 好好好 你这么玩是吧 不好意思 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 不愧是官方 就是严谨 那么请问下一题是什么 请问淘气丸子的别称是什么 JK妹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还剩下最后一题了 再答错课就失败了 请问S7赛季隐藏皮肤叫什么 这个我知道 您保药型 错 是药型 您打错字了 不好意思 您的此次验证失败了 哥哥哥 别别别别 那个那个 要不再给一次机会 那好吧 我再讨厌一下您的操作技巧 如果能带我吃鸡就算成功 这个完全没问题 好歹哥也是前国父第一的实力 巅峰可是哥们的强项 后续我也是带他打了局巅峰 不过这期间我越想越不对劲 这人很像官方 但我又不能确定 究竟是不是其他人来逗我玩的 毕竟其他主播一天天就闲得没事干 不过直到第三关这里 我确定了他就是官方 因为其他人不可能这么惨 不过了我们的验证 皮肤会在24小时内发制您的邮箱 请注意查寿 啊 就 就这么简单 没错 就这么简单 这个难道是发视频了 就有皮肤呢 是的 没错 你确定你没骗我 你要不要 不要我给暗师兄去了 这语气的话 是官方没错了 现在只需要坐等小兰帽到账就好了 刚毅 我宣布你是我永远的神